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板说超市房做一个月三千五 他还有一个五岁的女人在读幼儿园 马上九月开学就是一万的学费 还有一个六个月大的儿子 奶粉尿不湿等等 一个月这个小家伙就要花掉两千块钱 然后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最少就是买买菜 两千块钱加上手机通信费 肯定还是不够的 也就是一年的生活成本 杂七杂八 全部加起来接近十万 疫情发生之前 还是勉强能够够生活 疫情发生后 老板说 我们小出很多人失业了 也就是到现在 七月份的很多人还是没有工作 超市或加上那些酒水成人用品 小孩子的零食饮料玩具等等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人买了 小出商这些用品都落了一层的灰 小出商里人现在买的最多的也就是食用盐 酱油 大米 面条 也就是说 这么基本的 最最最最基本的消费 就是食品 而且是主要的餐 其他的消费 基本上全部停的 没有饮饿 他这个消费也就没有利润 再来谈谈我自己 我原本打算今年精准 怕今天上 因为疫情也就暂停了 然后沉蒙这么多年了一些老客户的信任 然后每个月或多少都有一些 IT技术的单子 我自己还有五个英文网站 然后另外还会有一些兼职 就是我在视频频道里面分享了一些做调查的兼职 勉强一家人生活吧 我的家庭情况和大多数人家庭情况差不多的 就是一个人赚钱养活 签家的这种模式 我相信很多大陆的同胞和我一样 时刻不能赚单 因为背后有一个大的家庭 总之 今年很难很难 我希望大灾之年少一些灾难 但最近江西九江湖北黄冈 很多省份都被淹掉了 很多人的房屋被毁 庄稼被毁 这对农村人来说是毁闷性的打击 我希望有能力的企业或者是个人帮帮这些弱势存体 因为天下长生都是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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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